柳翁天接过密报 展开剧毒 傻时只听他倒吸一口凉起 坐倒椅上 颤声道 老天爷呀 连柳翁天都得叫唤老天了 何大人胆小如鼠 岂不连阿娘都要叫出口来 他后头滚动冷汗之下 经念急转间 已将自己身后室全数安排妥当 大儿子平素精明能干 给他经历大宅 小儿子体贴心意 那就送他老家田产 女儿女婿还算孝顺 给他们些珠宝自花变满 至于天赋号的五万两私房献银 分给三个私生子好了 诶 送完了 自己辛苦了一辈子 真的什么都没留下 哎呀 我不要死啊 伴随着这个念头 满面泪水的何大人 一把抢过军情宫门 奋力独突了声 驾驭关守军击宝 查 西江湖起不明敌军 分四路迂回入关 直返西北而去 这翻兵数月三万 三月内之天锤 朝廷各路军马 温报夙缘 何大人呆了半赏 呼得抹去泪水 连拍心口 道 恭喜侯爷了 柳翁天挟了他一言 叹道 大人恭喜我什么呀 何大人笑道 家宇关是江冲管下的地方 蛮夷潜入他的侠地 这慌张发个火来 来个降旨定罪 他将台是乌乌爱哉 那我还不该恭喜你 柳侯爷吗 柳翁天微微叹息 道 哎 何大人啊 你把公文看清楚 那只藩军打破关买 现今开往何处啊 何大人急忙去看 只见天水凉子 这天水无声奇特 乃是西北穷苦地方 除了牛羊皮革 便是一片荒漠 实在没啥稀奇之处 何大人不知 柳翁天为何有此疑问 他略略思索 忽然心头一动 想到一处地方 何大人生子开始发抖 颤声道 啊 天水城 老天爷呀 他们 他们是去 奴沧山 柳翁天不去理他 转望向军情探子 问道 仙下是谁居身造反 可是 可是他吗 那军官答道 侯爷所料不错 正是秦将军 柳翁天长叹一声 闭目不语 何大人则之下的 全身乱斗 七魂六魄 只于一半 刑部一场大火烧死了 虎陵军统领 也把反羽孽化为灰景 那只魔王之子 非但不曾死去 而且还在蠢蠢欲动 情势如此紧张 也难怪柳翁天 要正经做到了 半年前 皇帝立下连坐罪罚 倘若清仲海给人急遇 便拿柳翁天试问 现下这人不止逃出生天 居然还更上一层楼 在那聚众称反 或是皇上狂怒之下 柳翁天会有什么下招 何大人摇头叹息 眼中露出怜悯 望着眼前的柳大都督 听得西年爱将 向朝廷挑战 柳翁天没有发怒大侯 他只轻轻一笑 抬头望着一片晴空 神色竟是十分寂寥 四下一片寂静 只听他轻轻一叹 道 霸仙公啊 对不起了 何大人听到他提起 霸仙公三子 穆的心中便是一灵 便在此时 他从柳翁天眼中 看到一丝光芒 这光芒并不陌生 当今全城江冲 西年药物群流尽 甚至三十年前 在朝围观的 我的后勤把仙 这些人的目光 都是如这般 深邃幽远 让人猜不透 他们心中的想法 何大人心下大惊 这事怎么搞的呀 柳侯爷一向忠厚 怎么会有这种颜色呀 正要开口悬问 忽见柳王天转过头来 朝自己看了一眼 跟着缓缓闭上了眼 何大人疑了一声 便在此时 几名军官走向 何大人身前 手指慢慢朝刀柄靠去 何大人扼脚冒出冷汗 牙关上下颤动 嘎嘎作响 在这生死绝命的刹那 终于知晓柳王天的意图了 这位京中报国的大都督 恐怕要学一学姓安的手段了 姓安的很多 有笨蛋安道经 神医安道权 大力士安士隆 当然 还有一个明镇千古 并各朝各代君臣 念念不忘的人物 那便是大名鼎鼎的 三山截渡史 安禄山 要问谁才是两朝元老 国家几时 看看台下的十万精兵 就知道了 如要中间不分 残名已成 正个儿流脑了 中军宝国这事 哪可不是东厂 总管哇哇地道 那么简单 鱼羊皮股起边关 带我重拾九河山 愤怒会烧成什么样的火焰 正熙大都督 情霸仙 先前已经展现过了 倘若柳王天给逼急了 怕会走上这条老路 何大人身为监军 柳王天若要撑反 第一个杀的便是他 何大人全身冷汗 蹭蹭而下 眼中怜悯更深 不过这一回 可不是替旁人怜悯 而是替自个儿的命运哀气 他心中一酸 双膝软倒 跪地哭道 侯爷呀 这皇帐是个聪明人 他不会要当唐明皇的呀 你 你可千万别做案 露山哪 长恒哥的故事好生其轻 景太皇帝是聪明人 戏台上的巨马和气之多 什么不好演 他不会要这个角色的 柳王天不去理他 自向手下喝道 取声所来 何大人拼命磕头 抱住他的腿 哭道 不要啊 别杀我呀 柳王天听他大声哭嚎 忍不住嘖了一声 将他扶起 责备道 哎呀 何大人哪 什么杀鱼不杀的 您说的是什么话呀 柳某中军爱国 怎有谋反之心呢 大人别要误会了 何大人念念如如 自管低下头去 此刻情势危急 柳王天躺步拥兵自重 皇帝只要下旨 多他兵权 定然万劫不服 这档口 谈什么中军保国 不免作作了 柳王天弯下腰去 替何大人派去西间黄泥 温言道 何大人哪 我想摆托你一件事 何大人心下害怕 双手连摇 但想起命玄人手 又是拼命点头 颤伤道 大人 何事相托呀 柳王天将头上盔甲取下 飙在何大人手里 跟着从下属手中 接过绳索 微笑道 何大人哪 请你将我押回北京 老臣要向皇上请坐呀 何大人盲人张嘴 心中只敢惊诧 却听柳王天淡淡地道 我这个郑北都督做了几十年 实在倦得很了 此番管交下注不力 自当负荆请罪 哎 还请皇上成全 让我这个大一罪之声告老还强 刘某愚愿足矣呀 何大人黑的一声 急道 侯爷呀 您可以天真了 这江冲老早 是巴望接您的兵权 您真想退营 也得安排个人选 好来接替您的位子呀 说话之间 柳王天以自负双手 转朝自己走来 看他嘴角戴笑 眼神飘往远方 神态竟是十分清楚 何大人见了魂不在意的神色 方才醒了过来 他急拍额头 暗存道 哎呦 我可傻了呀 人家是一退为敬呢 怒苍山造反 各路反贼汇聚本山 这当口火照没冒 谁敢拿兵权谁倒霉 江冲便算猴几百倍 也不会选在这时候 接管兵权哪 江是老的辣 柳王天两朝元老 臣服何等厉害 此番负极情罪 用意自在一退为敬 江冲想让柳门 与怒苍山斗个两败俱伤 自己再来渔翁得利 心机必然付诸东流 正想见 柳王天已然站在眼前 只等自己上签压解 何大人甘笑两声 往后退开一步 何大人心想明白 柳王天此犯辞去军权 已将烫兽山羽扔了出去 满朝文武不管谁沾了 恐怕死无葬生之地 可千万别是自己才好啊 哎 过来这儿 有好东西给你啊 喂 你别吵他 让他自个儿选啊 大厅里人声喧哗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巨带欢容 好似有什么喜事一般 人头攒动间 数十人挤在一张圆桌旁 盯着桌上一名小小婴儿 那婴孩倒也没三头六臂 只见他圆圆一张脸 白胖红润 趴在满桌务实之中 神色甚是呆着 桌上左置笔墨指印 四处五星 又见盔甲木刀 钉法军服 闻的舞的都有 再看黄平秤 红蒜盘 纺制中间 却是商人用的器械 是农工商 卢道僧法 摆扬来东西 把圆桌塞得满了 正是应有应有 那孩童置身其中 茫然地望着四遭 嬉笑不绝的人群 似不知他们为何 围在自己身边 那婴孩啊啊傻笑 前行爬行 忽然摸到一杆笔杆 随手握住了 拿起来了 拿起来了 那婴孩听了众人的喊叫 动时一惊 忙把毛笔扔了开来 又往前爬动不休 桌边一名少夫大怒 高声道 你们别吵 我儿子本来要拿笔杆的 全都给你们吓的 众人急忙闭上了嘴 脸上却都挂着笑 都说母子连心 难得喜欢林儿 当次抓住关头 也难怪他的儿子紧张了 古有礼俗 婴孩周岁之时 父母尊长 并会借抓究习俗 看看婴孩欢喜什么物事 你好明了 这孩子日后的喜好成就 此时 中国名封尚文 由众功名身份 是以父母多判小儿 能在抓住时 建养文房四宝 也好讨个彩头 忠目睽睽目不转睛 只盯着婴孩瞧 那孩子深情傻呆 往桌心爬入 一路穿越笔墨指印 却都视而不见 逗然间 那婴儿见了 妇人穿的肚兜 似乎有些好奇 静儿停下身来 跟着低头去望 那少妇如灵大敌 就把儿子生手去拿 傻是连连挥手 喝倒 哎呀 不许碰那个 快快走开 那婴孩听了 娘亲的喊叫 反而啊啊欢笑 更把肚兜提在手里 好似要穿僵起来 那少妇向儿子的举止 当时惨叫一声 惊道 哎呀 不行的 不行的 眼看少妇 泪眼茫茫 面色惨白 旁观众人 纷纷哈哈打笑 道 舒节啊 这下可恭喜你了 生了个风流浪子呢 那少妇舒节 掩耳大叫 不算 不算 这鬼东西 是谁放进来的 哪有人这般缺德呀 一人扑斥一笑 当即月冲出来 欠然道 啊 对不住啊 这毒兜 是我放的 舒节转目一瞧 这人月貌二十来岁 生得唇红齿白 模样俊巧 正是表弟 杨少奇 他越想越气 煞时哭出了声 少奇 我和你有什么仇 干嘛这样整理外申 你这表舅 是怎么做的呀 少奇面色尴尬 忙咳了一声 道 啊 我只是看桌上 全是书本 一时有些好奇 便放了些旁的物质进去 没想 没想 身旁一人接口道 没想到啊 这小小婴儿好生了得 已是个登途浪子了 啊 哈哈哈哈 众人闻言 又是大笑起来 舒节往身旁一名妇人扑去 靠在她怀中 哭道 二姨妈 表弟欺负我儿子 你给评评礼啊 说着顿足称语 硬是不一 那中年美妇皱起眉头 望着杨少奇 摇头探道 哎 看看你 真没半点量子 怎么不学习你哥哥 二十岁的人了 连进士都中了 还这么顽皮 杨少奇听了母亲的责备 知道不好多说 当下吐了头舌头 向那少妇道 舒节 是我错了 这杜兜就送给琳琅 算是赔礼了 你说好不好啊 众人妄想那名婴孩 只见他真把杜兜套上身了 舒节看了儿子的丑态 更是放声大哭 中年美妇黑了一声 有些发怒了 称道 还敢平嘴 这般不学好 等爹爹回来 看他怎么罚你 当下低声安慰 只盼外甥女儿别再提哭了 眼看表姐哭泣不休 杨少奇也知道 这个火是闯得不清了 他咳了一声 上前劝道 舒节 快别哭了 这抓住做不得准的 你可别当真了 那舒节称道 你自己是近视大官 当然不在意了 且把我儿子弄成 弄成 他也不知该说什么 往儿子看了一眼 只见他兴高采烈 屋子把玩着女孩的血衣 忍不住大哭去了 杨夫人蛮昂怨的 别哭了 少奇的话呀 也不是没有道理 抓周真做不得准的 你可知道 少奇小时候 抓的是什么呀 舒节泪眼汪汪 没好气地说 他那么会读书 还能抓什么 不是笔杆 便是书本了 还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吗 杨夫人微微一笑 吩咐管家 道 老蔡啊 取那只木箱来 不多时 那管家老蔡 急急搬过一只木箱 正儿众之地 送到杨夫人面前 众人心下好奇 都在等着看 杨夫人微微一笑 从箱中取出一间物事 道 舒颜啊 你张眼瞧瞧 这是什么东西呀 舒姐惊呼一声 急忙伸手结果 见识一张木枝花脸 却是小童拿来玩耍的 京剧脸谱 杨夫人笑道 那年啊 少奇什么不好捡 偏偏捡了张桃花脸谱 他爹借鉴了 可没气煞了 当场便要打他一顿呢 管家凑了过来 裴笑道 可不是嘛 那年老爷 奇迹白坏 说家里出了个戏子 要活活打死小少爷 天性啊 夫人眼尖 一看花脸上 有个八卦印记 认出啊 是诸葛亮徒弟 姜维的面谱 连忙给老爷说了 咱们小少爷 才没给打坏呢 舒姐嗷了一声 拿起面具左右瞧了瞧 傻尸破其微笑 向杨少奇横了一眼 道 看不出来 你还是诸葛亮的徒弟呢 杨少奇摇头笑道 别取笑我了 人家的师父是卧龙 我的师父是个老学鳩 怎么好相比呢 他顿了顿 微笑又道 只是说来奇怪 年纪越大 越是发觉自己欢喜唱戏 你们可要听我来段空尘计啊 耳听众人大声叫好 杨少奇生出粮子 身子一兜 身段放了出来 但见他眉目俊秀 模样十分漂亮 杨夫人却一把拦住 皱眉道 或许唱了 你爹爹方才说的话 你怎么又忘了 众人一听之下 便知杨远家教严峻 不惜小儿子 沉迷旁门左道 果见杨少奇叹了口气 汗手道 唉 好吧 不上便不上 那也没什么 原本清朗的脸庞 现出一丝落寞 好似有些感伤 杨夫人微微一笑 道 这才是娘的心肝把玩 说着握住她的手 示意她别要难受 便在此时 屋顶大门开启 却是有人回府了 此时天落大雨 众家庭急忙撑伞出营 脚步声杂踏 一人行入院中 听上重兵客回首去望 只见一名男子身着官服 缓缓醒来 看她俊眉心目 右手举着忧伞 正是杨家大少爷回来了 书姐今年二十有三 虽说早已出嫁生子 但此时一见表哥走入院中 还是忍不住脸红心跳 隐隐有着未然之意 她眼望杨夫人 低声问道 二姨娘 苏官表哥做的这么大官 人家都叫她风流郎中 她 她抓粥时 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杨夫人眉头皱起 道 什么风流郎中啊 别叫她这个外号 我一点也不喜欢 书姐脸上一红 心里反逃生出盼望 世财儿子抓的是杜兜 巴承也是个风流人物 倘若长大以后 正有杨苏官一半的 英挺杰出 她这个做娘的 可正要心话怒访了 她拉着姨娘的手 缠道 哎呀 姨妈你快说嘛 苏官表哥小时候 抓的是什么呀 杨夫人经不住烦 将木箱再次打开 就见箱里摆着一本书 见识孔父子的论语 其他别无常物 书姐啊了一声 将书本拿了出来 道 啊 她 她抓的是本书吗 书姐随意翻阅 只想品评几句 沙师一样东西 从夹叶中滑下 奇状甚小 眼看不要落地 一帮管家目光甚锐 忙把东西抄在手里 杨夫人面露不欲 快手将书本夺回 跟着从管家手中取回物事 胜而重之地夹回书里 书姐一旁看着 只见那所物 壮成圆形 圆磨指甲大小 好似是只不牛扣 她满心好奇 便想多问两句 但察言观色中 二姨妈神色好似不大自在 书姐心生警觉 忙把话吞了回去 不知是谁说过 富道人家若当乱世 第一要警便是密个如意郎君 替自己找个好归宿 若不可得 那便退而求其次 找个能彰显征书的高尚之地 以称淑女之道 真书 贤书 这些字眼 对于是来说 便是她一生的邪兆 嫁给大学士杨远 匆匆已过数十才 西年 家中齿平 于是寒心如苦 泛至杨皮为生 终于劫持当年 风流剔毯的杨远 日后两人竭离 二子成才 终于苦尽甘来了 尤其长子 更是明文较尔的 风流四郎中 更是羡慕了世间的 贤妻良母 人生至此 夫妇何求 不正是应了这句话吗 杨夫人心里 这样想着 嘴角含笑 替儿子把发迹隆起 母子俩同坐窗边小几 阳光照来 两人一般的 浮光盛雪 一般挺之秀气的鼻梁 让人一望即知 他俩是对母子 还是一对 天下最漂亮的母子 杨夫人望着 镜中的爱子 比起他弟弟 杨素观前的老臣许多 低头自所时 俊美中更 透出一股智能来 这样的男儿 怎么不让女孩爱上 杨夫人满面柔情 在艾儿面夹上 轻轻一闻 紧挨着她坐下 问道 刚才啊 书员还问呢 前些日子 你不是和顾家小姐好吗 怎能好端端的 她却和别的男孩定亲了 杨素观咳了一声 道 啊 杨可别兜心了 顾大小姐 是孩儿顶头上次的爱女 平日对她嘘寒问暖 本数应然 孩儿绝没别的意思 杨夫人摇头浅笑 道 别来那套大公无私的官场文章 你爹爹啊 人又不在这儿 别跟娘说这些了 她倒了杯热茶 送到艾子嘴边 喂着她喝了一口 问道 冠冠啊 跟娘说 你到底有没有一中人呢 杨夫人出身江南 说句话来轻声细语 不管儿子多了多大官 长了多少岁 只要私下无人 她还是称过爱儿的小名 那个冠冠两字 第一声高 第二声短 更是加倍轻力 杨苏冠不以为意 接过茶杯 摇头道 娘别烦恼了 我二十好几点人了 什么事打理不来 婚姻的事 哪还需要您操心了 杨夫人挟去了她一眼 温婉一笑 道 你啊 打小读书考试 练武做官 都有你爹爹管着 娘啊 没别的事好想 当然跳你婚姻大事烦恼了 她把艾子的发烧梳理了 道 上回啊 你三舅提的事情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梁族官把茶杯放了下来 汗手道 也好 便依旧就意思 请淑宁表妹 扔家里住上一阵吧 梁夫人大为欢喜 搂住爱儿的颈子 笑道 淑宁好成乖巧 娘老早便有这个撮何意思 你三舅几次向娘提 娘怕你不高兴 始终没答应呢 两人正字述说 哭得房门推开 一名老者踏步入内 神情严肃异常 杨夫人放开儿子 急忙站到己旁 与儿子分得远眠了 杨宿官轻斗关袍 站起身来 向老者微微汗手 换道 接点 来人约摸五十来岁 虽过半百 模样仍是十分清秀 正受吴佛大学士杨云 风流四郎中之父 杨云捡了张椅子坐下 端起茶碗 向夫人看了一眼 示意她出去 杨夫人知道 夫人有事交代爱子 当下不敢久留 便此转身离房 杨云气定神闲 提起茶碗 轻朱了一口 自在享用满口清香 杨司官守在一旁 却是端立不动 看他两眼直视前方 魂不死平日的从容潇洒 想来杨云的家规 定是僧礼无比 两久两久 杨云终于放下茶碗 他引望爱子 道 人生在世 习闻脸无 所求为何呀 杨素官低头向地 打道 所求无他 力争上有而已 杨云神情甚至嘉许 又道 嗯 居家带人 官场处事 所重为何呀 杨素官轻轻叹了口气 打道 师父如君 奉母一笑 取财求官至极 当局不能迷 杨云拍了拍手 微笑道 嗯 很好 不愧爹爹多年苦行教道 杨素官恭声道 素官不敢往父亲教诲 杨云眯起双眼 喝了口茶 道 爹爹自小对你严厉 全是为你虔诚着想 你得多忍着点啊 说着 站起身来 拉住杨素官的手掌 牢牢握住了 他父子俩人修长身材 高矮一拍 杨素官给父亲的目光逼逝 竟有些不自在 当下别开头绪 目光不愿相接 他俊美的脸庞带着笑容 但表情有些僵直 此连呼吸也要听顿了 杨远看了看他的神色 呼得笑了笑 将手缓缓松开 道 啊 你自幼替爹爹在扫灵寺出家 十八岁才返回京城 难怪咱们俩啊 比寻常负责身份多了 杨素官欠了现身 道 光二今年二十五六岁 早已长大成人 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 请爹爹不必担心 杨远点了点头 他上前一步 将窗匪一眼上 傻事之间 局长重重往桌上一拍 喝道 你还说你懂事 到底有什么事瞒我 茶碗经不出震荡 历史滚落桌下 打了个粉碎 场面急转直下 杨素官虽是成文老恋之人 脸上还是闪过一阵惊茶 煞尸聚起双掌 往后飘开三尺 师门心罚更已弥漫全身 陡然间 想起眼前这人是自己父亲 实在不必如此戒备 忙放下双手 调圆气息 回话道 光二不敢有事隐瞒爹爹 请爹爹息怒 杨远冷冷地道 苏官啊苏官 你爹爹一生经过多少大场面 才干的这个乌府大学士 你心里藏着事情 还想瞒住我吗 杨素官听了这话 忍不住身子一阵 拱手低头筋 只是不言不语 杨远稳住了脾气 他上前一步 面向爱子 冷冷地道 当你替柳侯爷办事开始 爹爹看在侯爷面上 就没管过你什么事 你给说说 今日爹爹 为何这般气氛呢 杨远叹息一声 道 因为他很要紧 好 你也知道他要紧 那爹爹得问你 杨远顿了顿 与其身态 积极病冷 告诉爹 他人呢 杨素官闭上了眼 摇了摇头 道 孩儿方才说过 那日没找到他 杨远大浓欲狂 喝道 没找到他 那日明明是你先赶到情家打宅 为何还找不到人 素官啊素官 你这孩子打小说谎 须知 你瞒得过柳王天 却瞒不过杨远 说到愤怒处 手掌高高举起 旋即便要一掌拍落 直朝爱子面上击去 杨素官不挡不逼 只昂首相天 双目紧闭 眼看这掌便要打下 杨远抖得醒了 他停下手来 两手放上儿子的肩头 叹道 对不住啊 爹爹一时心急 老毛病又犯了 看在你娘的份上 别来怪爹爹 好吗 杨素官面上 闪过一阵阴影 道 爹爹 孩儿对您一向言听计从 绝无欺瞒这处 那日我虽然急急赶去 但却找不到那人的踪影了 他叹了口气 摇头道 爹爹 孩儿本领再大 也不知他上哪儿去了 您若还是不信 我也没法想啊 杨远听了这话 一张脸变得冰冷僵直 若非眼珠子微微转动 便似做石像一般 两久两久 杨远深深叹了口气 道 好 你既然这么说话 爹爹便兴得过你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说着握住爱子的双手 面入慈祥之色 杨素官功声道 多谢爹爹 他回避父亲的握手 测开身子 自在一旁 垂手势力 杨远将儿子面色难看 便拍了拍尖头 以足安慰 他走回己旁 提杯喝了口茶水 道 先别说这些了 昨晚 灵鹰和尚到府找你 究竟有何大事啊 杨素官将目光 撇向一旁 轻声道 啊 天雀师尊托师兄传讯 要我回少林一趟 商讨朝廷局势 杨远面露钦佩之色 憨手道 啊 天绝大师 化外之人 还能心天下之幽而幽 真是了不起啊 他微微一笑 侧头望着爱子 道 过几日啊 你娘要作寿 家里有些事情要忙 你早去早回 也好替爹爹打理啊 杨素官汉手道 嗯 孩儿知道 请爹爹目要挂心 杨远微微一笑 两久两久 终于缓缓起身 也要离开了 杨素官平素 泰然自在 但处在父亲面前 却始终恭敬拘警 他抢在父亲前头 推开了门 躬身等候 忽见杨远 停下脚步 侧目笑道 啊 儿子啊 昨日爹爹在宫里 见到一道机密奏折 你想知道详情吗 杨素官兴下一灵 躬身道 啊 爹爹爱护官儿 倘若您觉得 孩儿该知 必会提点 他这话盛是厉害 既不开口相求 也不出言回去 只把话推了回去 杨远听了这话 灯时微笑喊手 道 啊 这奏章是关于你的 你当然该知道啊 杨素官虽然精明 此时也不禁微微一齐 他只是个无品官员 既非六部上述 也非内阁学士 却不知在到奏章 为何提到自己 当下只望着父亲 眼中满是疑问 杨远凑过头去 摇耳道 孩子啊 你终于出头了 柳王天上书朝廷 说自己病体沉重 不能认识 他一力减薄 要皇帝连升你一个 十二级 好让你代理 正北大都督之位呀 杨素官满脸恶然 煞事如同五雷轰顶 已是坐声不得 杨远看着爱子 微笑道 国家中书死生之地 半天疏忽不得呀 你日后多加小心 爹爹会从旁边辅助你的 知道吗 杨素官没有正面回话 把头撇开了 功声道 爹爹慢走 极品大学士转身离开 反手掩上了门 房内只与无品郎中一人 很静 听不到别的声响 当然也不会有人在旁窥死 杨素官倒了杯水 正要去饮 忽然间 他面上献出了愤慨 愤然将手上茶杯砸出 荡浪一声大响 茶杯碰上墙壁 瓷血纷飞 半则无数水花 全数洒在地上 杨素官软瘫以上 伸手掩住了脸面 壮胜疲惫 很寂寞的感觉 没人相信他 阳光引来 邪照在挺直的鼻梁上 阴影下的嘴角微微发抖 也许是悲伤 也许是怜悯 也许 也许那里还有别的心情 那是连他自己也看不到的颜色 却说那夜大雨旁托 秦仲海燃起狼烟 召集西年弟兄归山 阎二娘怕火石熄灭 本在一旁守护 拿着秦仲海居然趁着两人独处时光 在烽火下向他求婚 阎二娘又羞又喜 胡乱逼问之下 便也胡乱答应了 秦仲海是个痛快的人 自从坦白兴死以来 便把阎二娘当作情人 从此再无顾忌 只是阎二娘不比他这般爽直 平素兄弟们相处时还算正顶 但每逢两人独处时 阎二娘总敢别扭 每一行起 秦仲海将成自己夫婿 莫名间便生许多女儿修态 要他过来反倒退后 妄想轻垂 耳光尚处 伸手玉楼郊区 更见飞镖舍来 正让人哭笑不得了 自放狼烟以来 情势已然险恶异常 朝廷兵马随时会上上山来 但说不定旧日弟兄念在情分上 也会及时赶来助阵 秦仲海等人为表成兴 便轮流驻守山脚 等候过往兄弟 这日风和日丽 除向天寿留在山上外 其余诸人多到山脚 等候兄弟 哈伯尔桃兴 更准备了梅酒佳肴 只是等了足足一个上午 仍没有半个人影出现 眼见五十将界 阎二娘秀眉微瞥 道 真是快乐 守了几天 却还没人过来 难不成是烽火不够旺吗 秦仲海抬头往烽火台看去 但见火势铺天而起 势道雄烈 便在离许之外 也当清晰可见 他哈哈一笑 摇头道 哈哈 火头够旺 只怕呀 是情意旺了吧 阳二娘听他这么说 不禁微微一叹 倘若弟兄们真个不情寡义 这番举世不免千功敬弃 等朝廷兵马打来 怕连个总裁也守不住了 正想见 呼听马迪声响 哈伯尔惊喜不已 叫道 谁说弟兄们保情 你看看 这会儿不是有人来了吗 他满面欢容 便要往前迎接 陆清将他一把拉住 慌道 不忙过去 说不定是朝廷兵马过来 哈伯尔文言行精 急忙停步 他提起脚跟眺望 只见远方阴城弥漫 似有军马到来 帮忙再看 只见为首一人身着军服 腰巡直刀 我如掏青所料 正是朝廷人马到了 哈伯尔又惊又怕 忙道 怎么办呢 大军杀来了 怎么又逃吗 阎二娘哼了一声 抽出柳叶刀 立时便要上前杀人 秦仲海见他们举止无措 当时咳了一声 道 大伙烧安勿躁 照朝廷用兵的规矩 这些人应是探子 只是过来查看情势的 解放他们过来 我一会儿有话要问 秦仲海出身柳门 自知朝廷如何用兵 阎二娘等人给他叫住了 只是凝步不动 各自守在道旁 过不都时 当先军官驾马醒来 猛进一条大汉 懒洋洋洋地坐在大石上 旁边还站着一名美女 几名怪汉 众人先是吃了一惊 随即喝道 喂 你们这些人打哪来的 这烽火可是你们放的 哈伯尔一心想出风头 当下跳了过去 学着秦仲海的模样 当时急使叫骂 对 你们几只狗子听好了 咱们便是怒苍生的哈伯尔 找些夹着尾巴滚 爷爷可以饶你们一命 而听哈伯尔说的凶狠 众军是面面相觑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别你这只兔子 也敢成什么怒苍土匪 整个儿笑掉大牙了 带头军官叹道 哎呀 真是荒唐了 咱们劳师动众 却遇到疯子 这真是闹笑话了 众人善笑声中 哈伯尔自是惊怒骄病 只在那儿破口大骂 众军官本想查看情势 也好立些功劳 待见山脚下 只聚集了三五只无名小卒 忍不住感到扫兴 将来这些无知忘人 打听了怒苍山的名字 并也在那儿学人聚山造反 带头军官白忙一场 只在咒骂不休 待见颜二娘颇为美貌 想起上司性情好色 便道 好了好了 大家把这个女贼抓回去 总算能交差了 众人答应一声 各自驾马回拢 一名高大汉子叫道 哎 小良皮 你叫什么名字 颜二娘听他们言语轻薄 惊吓大怒欲狂 只想出手杀人 却听秦仲海沉声道 二娘 你退下 颜二娘听他语气带着杀气 惊吓一领 知道秦仲海要亲自出面说话 便退到一旁守候 秦仲海此时虽已造反 但他过去替朝廷征战多年 军中人面棘手 出手时多少留些香火情 绝非见仁就杀的狂徒 只是 这帮军官调戏妇女反了机会 秦仲海看在眼里 已有下手杀害的念头 他拦在道上 沉声道 你们是哪个卫所的 长官是谁 一名军官听他说话口气沉稳 好似也是朝廷之人 忍不住一惊 道 你是谁 秦仲海面上杀气大盛 眯起了眼 冷冷的道 你家长官没教过你吗 女人说话虚得下马 方不显无礼 闭嘴 下马 然后通报名字上来 那军官听他说话口气 直如长官教训部署 忍不住怒道 混蛋 你是什么东西 敢跟我这般说话 秦仲海黑黑冷笑 道 想问我是谁 那便照老规矩 闭嘴 下马 然后自报姓名 否则你等调戏妇女 找军纪论定斩不饶 此情军官足有三十来人 听秦仲海说得狂 又见对方仅有五人 其中还有个女子 实在誓旦立鼓之志 纷纷大笑起来 骂道 这混人哪里冒出来的 当真滑稽呢 颜儿娘忍不住了 大怒道 大胆 他便是昔日朝廷四品代道统领 当今怒苍山主 秦仲海 你们说话 可得小心了 带头军官地位不到 总之眼前这人 便是当年柳王天徽下的 盟将秦仲海 他打了个哈欠 笑道 什么怒苍山主啊 便是三五只不成才的 孤魂野鬼 也敢称什么大王吗 众人文言再次大笑起来 颜儿娘又气又恨 取出了钢镖 历时便要动手 便在此时 乌丁远处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悠悠地道 怒苍山主是谁 谁是怒苍山主 这声音悠长苍凉 出发时竟在远处 说不两句 声音越来越响 场中众人 无论是朝廷军官 亦或是怒苍群雄 心中都是夜灵 众人转头去看 日正当中 一顶软鱼缓缓醒来 前后各四名挑夫担着 阵中端坐一条白发大汗 看他身披斗篷 盘膝而坐 西间平置一柄大铁剑 虽然沉默无语 但一股威仪油然而生 让人不自觉的心惊切不 阎二娘 哈布尔等人 见了这白发老者 登时欢呼起来 阎二娘欣喜之下 便要上前相认 哪知走步竖步 却给人一把拉住了 他转头去看 只见一人含笑望着自己 那人身穿袈裟 光头秃顶 身形颇见瘦小 正是前些时日 一同前去乌斯藏的 纸官和尚 阎二娘大喜 道 大师爷来了 纸官微微汗手 却把他拉到一旁 阎二娘不知他所欲为何 正想开口去问 纸官却竖之在唇 失意惊声 阎二娘自知有意 当下没守在旁 精官其变 众军官见的老者 忽而道来 先是一惊 待见他指几名教夫相随 等又狂妄起来 一名军官驾马上前 怒喝道 老道 你是哪条道上的 这半年纪 我在家里等死 却跑来这儿闹什么呀 那老者置着我往门 他双目低垂 道 谁是怒苍山主 这话先前面影问过 那军官呸了一声 道 呸 老头 爷爷便是怒苍山主 你待要如何 那老者唬吼一声 猛地抬起头来 双目凶艳抱扯而出 那军官先是吃了一惊 但想起几方人多 精神富有一阵 笑道 嘿嘿 怎么 爷爷是怒苍山主 你听了不服气吗 那军官正自善笑 忽听头顶风声劲急 他抬头急看 只见一柄铁剑狂斩而至 宛若乌云盖顶 那军官静得面无人色 他声带双枪 一见黑影当头侍来 急忙提枪去挡 轰得一声响 双枪与铁剑相接 等时断足四接 那军官连哀吼也不及发出 连人歹麻 便给劈成一团烂衣 鲜血飞洒 触目行径 那老者声息口气 转望众人 僧然道 谁是怒苍山主 颜二娘哈布尔等人 与他目光相接 心下都是震惊 一时静接退后 众军足见同伴惨死 一时又惊又怒 带头军官提声喝道 狗贼刁民 竟敢杀害朝廷命官 大家准备弓箭 把这人射死了 众人慌忙答应 当下弯弓搭剑 刷刷联想中 无数攻势 便成了老者射去 剑语紧密 那老者却是视若无睹 只听他仰天大吼 谁敢自称怒苍山主 给我站出来了 他提起铁剑回旋一批 伴随着霹雳般的吼叫声 陈年弥漫中 只见地下升起一道沙漠 高达丈许 众人未曾见过这等怪象 纷纷尖叫起来 马思仁嚎中 无数箭矢撞上沙漠 纷纷坠地 那老者物质狂毫不休 好似妖魔一般 过了两久 笑声止歇 四下哒哒哒声 觅如雨点 那沙漠仿佛暴雨一般 终于落回地下 众人心惊胆战 各自凑颜去望 只见沙地上 给铁剑砍出一道深沟 纵横直达一掌 敌我双方见了这等威势 巨斗面无人色 只在暗自发抖 眼见那老者仿佛妖怪一般 谁还敢动上风毫 说上一次半句 那老者面带杀气 望着带头军官 冷冷地道 是你 子称怒苍山主 说话间翻声下叫 便朝带头军官走去 这老者身材高大 目光升微 眼看一步步走来 好似要张口吃人一般 带头军官大惊 自知死无葬身之地 急急翻身落马 双膝软倒 拱手求饶道 大王啊 不关小人的事啊 其余兵足见状 也是吓得心惊肉跳 一时全数滚落马背 只管跪地不动 少时更有戳气声传出 那老者傲然上前 冷冷望着 颜二娘等人 道 是谁 自称怒苍山主 给我站出来了 陶星哈布尔等人 虽想答话 但给这老者一瞪 全身只敢发冷 道口的话 便又吞了回去 颜二娘自来胆气豪勇 正要上前说话 一人一抢在前头 沉声道 朋友 有话冲着我说 别找旁人麻烦 这人气度沉门 神策丝毫无惧 正是秦仲海来了 那老者 面上闪过怒气 爆喝道 狂妄 目的黑影一闪 以武当头披响 众人大声尖叫 道 啊 小心哪 火光窜动 当了一声巨响 众人耳中剧痛 却不知发生什么声 众人定睛看去 只见轻众海 单手提刀 已然架住那道黑影 旁观众人看得明白 那黑影却是一柄 大铁剑 剑长九尺 若要立在地下 怕比长人 还要高上一个头 众箭夹内径之威 奋力斩落 着实让人海然 若非秦仲海 神功已成 绝无可能挡得住 这等刚猛剑法 我希望大家回应 你们能够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众人 感谢观众人 万分这么多 感谢观众人 多迟 也好 的 难